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一个 恋爱时代快问快答的游戏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递上圈插牌 给我们的艺人朋友们 接下来我会问我们的艺人歌手们几个问题 请大家要很快速的按照直觉 不可以考虑太久 然后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圈或者是插 这样清楚了吗 准备好了吗 OK 现在请问 十方社以前有谈过恋爱吗 圈或杀 这个是想要接下来就要谈恋爱是不是 OK 这是一个幻想 最后 那真的大家都蛮早就开始了 可见很有经验 来 接下来第二题 请问每次分手都是主动提分手的那个人吗 圈或杀 哇 大家都会忍死 那是怎样等对方先开口吗 下一题请问你认为自己是不是恋爱高手呢 圈或杀 大家都太谦虚了吧 我觉得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这几位真的看起来不行不行 不能说谎 要诚实回答 好 下一题请问 有没有被劈腿的惨痛经验 圈或杀 哎呦 看不出来耶 山哥是水座的男人哦 那请问哭完之后就好了吗 我忘了 忘记了 年代太久了是不是 哭到忘记了 好 下一题请问 有没有是在告白的时候被拒绝过 是狠狠的say no的那种拒绝 圈或杀 哎呦 虎诚哥 原来今年的恋爱高手就是你耶 告白无往不利的感觉哦 好 就是被拒绝了 哦 就是被拒绝了 啊 那sorry 虎诚哥 你待会儿又喝一杯好了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这一题呢 安娜可以不用回答 先休息一下 请问 听了问题就知道了嘛 请问 谈恋爱的时候 会是大男人主义很严重呢 还是温柔的小男人 大男人请举圈 小男人请举叉 请策诈 诶 明佑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前期很大男人 后来变成 后来被巡浮了 变成小男人的语字吗 年纪越大越来越 哦 年纪越大越来越知道 要忍让就对了啦 哦 OK 那请问这两位都是小男人吗 看不出来跟外形差的有点多哦 真的是这样吗 哦 所以还是 他是小男人 哦 他是小男人啊 对嘛 对嘛 Happy wife happy life嘛 对不对 对方比较重要 很尊重对方 好 谢谢 让我们这个掌声鼓励 给我们谢谢 我们的艺人们 来经由这个恋爱快问快答 大家应该都更了解了 我们这四位歌手在谈恋爱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模样哦 好是什么叫做的东齐 崩敞吗 呢 看我看看